大家好,欢迎收看我的频道Chill Cook 潮煮 有时候不想开火煮食,自己最喜欢煮蒜泊青瓜 因为它够清新爽脆,调味又简单 还有开胃消暑的功效 家人减肥去水种也是靠它 今次会分享如何选择青瓜 还有生吃青瓜的清洗方法 材料一眼看完 只有青瓜和蒜头 还有几种常见的调味料 拍青瓜最重要就是爽脆的质感 做拍青瓜我习惯用这种有刺的青瓜 刺越多就代表它越新鲜 如果刺一摸就断 代表这个青瓜非常新鲜嫩 至于颜色就要选淡绿 颜色清脆绿绿 就代表它们够有嫩 另外要注意青瓜的结实程度 如果摸起来软面面 就不够新鲜 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 可以用手指轻轻敲 声音结实的话 就代表口感爽脆 眼到够买得 提提提大家 我在镜头面前 特意拍打青瓜 主要是给大家听清楚 如何为之结实的声音 大家选择的时间 只需要用手指轻敲一下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拍打它们 我会先将不食用的花摘除 要彻底清除青瓜表面污垢的秘诀 就在于用粉 我们先将青瓜的表面 撲满樱缩粉 然后用手搓匀青瓜的全身 所有藏在凹凸位的污垢 就会被粉黏住 然后我们用水冲一冲就干净了 其实很多粉都可以代替樱缩粉 例如面粉、木薯粉、 煎米粉、糯米粉都可以 用它来洗食材是没问题的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买了粉 用的次数不太频密呢 这个时候就用得着 因为怕青瓜会直接生吃 所以我会将切盘清洗干净 才浸青瓜 浸青瓜的目的就是去除残余的农药 想令青瓜深层结症 我就会用到盐了 至于水的容量 只需要浸过表面就足够了 然后浸青瓜30分钟 想令青瓜进一步爽脆的竅门 就是只保留最脆嫩的部分做拍青瓜 我们先将花的顶部切除 然后将尾部长长窄窄的部分 镜头所指的这个位置 相比在瓜身就没那么爽脆的 我们就要把它切除 不吃的 现在示范拍青瓜 最省力的做法 就是先切断 后再拍 将青瓜切三刀 第一刀将一分为二 开拌之后再切两刀 一分为三 每条青瓜 就会各自分成大小双弱的六块 因为拍青瓜的范围缩小了 就会省力容易拍很多 而且那些青瓜汁绝对不会四浅 干净很多 现在可以拍青瓜 就是将刀放在青瓜上面 用手对着中间点拍下去 就是这样拍两下 一开成四 很简单 拍出来的青瓜比切青瓜更好吃 原因是在于拍过的青瓜边位会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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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这一粒就比较容易滑走 相比之下就没那么入味 那么好吃 再不是你想再省力一点 你将手合成拳头 搭下去也可以 生青瓜会有一股青草味 所以我们要帮青瓜排水 很多时候拍青瓜会连那些瓜子也拍出来 你见到就揀开它 我们只要刀身 你不需要特别去切开它 只要入烧鸡的时候 不要放些瓜子就可以了 然后就将青瓜放在烧鸡里面 向着青瓜撒盐 油它静止30分钟 青瓜就会出水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预备蒜粒 将蒜头清洗干净之后 就切去它的根部 就可以把它切成蒜粒了 至于蒜粒的大小 只要因应个人喜欢的口感而定 你可以剁成蒜粒 又或者像我这样 切成粒也可以 我自己就喜欢较大的蒜粒 咬下去就会更加有质感 在30分钟之后 你会发觉青瓜排出大量的水分 不过是不够的 我会洗干净双手 用手挤出青瓜的多余水分 然后你会发觉 排出的青瓜水比之前多2-3倍 青瓜就会没有草青味 又更易入味了 这个就是青瓜刨热水之后的效果 这个状态来腌青瓜就最好吃了 开始腌青瓜了 两条青瓜去头去尾 再排水之后 就剩7-8g左右 我会先加入蒜蓉 然后我就会下鱼露 按着排锁水之后的 7-8g 青瓜的份量 我这里就用了36g的鱼露 之后下白米醋 最后就会下糖 大家可以随个人的口味增加 或者减少调味也没问题 甚至加入辣椒也可以 然后就将所有的配料和调味料 拌均匀 之后将拌均匀好的青瓜放在小盘 包好保鲜红 入冰箱 冰箱三个小时 又或者你喜欢的话放入食物盒也可以 最重要是自己方便 这就是醃了3小时的效果 常说青瓜有益 究竟实际上它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100克的青瓜只有15个卡路里 我这里只有105个卡路里 另外青瓜是属于高甲质的食物 高甲质是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烟份 便会达到帮助去水种的效果 所以家人减肥也是吃它的 我习惯先放好青瓜 最后才倒蒜蓉 蒜蓉分布便会平均些 我有朋友来的话 我便会把青瓜排到整座山 这样拿出去 平时自己吃就好像开始镜头 随意放 然后落蒜 摆盘好看个人的 最重要是自己方便 喜欢的朋友 记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谢谢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